大部分的病人 其實是 是減板線功能有障礙 所以越來越嚴重的不見之後 只會發現說就沒有了 如果是減板線功能障礙這種的話 大概現在知道的是 可以用Comica3 或者是那個YAMAZU油 所以肝炎症是有幫忙的 沾傷子它主要就是 讓我們的四脂質生成 那四脂質生成的話 我們的那個感光 或是我們的視力的敏感度 就會變得好 沾傷子直接放進來就可以了 紫色夢幻影 歡迎收看健康油邦 我是阿娥 大過年了 每個人都很開心 可是疫情的關係 抱歉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宅在家裡做什麼呢 看電視啊 打電動啊 玩手遊啊 回來啊 看到眼睛都已經快要脫窗了 據說很多人平均一天用10小時以上 都在看3C產品 我很開心 我大概不到一半 因為我沒有打電動 怎麼辦 如果我年紀到了資深 我就認了 老花乾眼可能都有些困擾 可是我發現年輕花的趨勢 讓年輕人也覺得很完翁 我本來就是年輕人 為什麼我眼睛也多這麼多 老花乾眼 看來忘了呢 這是我們共同的問題 所以今天要一起來愛護一下 我們的眼睛 可不可以好好的 讓我們的眼睛重返一下青春 不要點光明上面而已 還是看到光明 好 今天有三位光明的好朋友 來到現場 首先介紹的是 我們亞東醫院的副院長 我們歡迎張淑雯 張副院長 副院長好 而且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亞東醫院張索雯醫師 你知道眼睛乾澀 其實乾眼症不是只有乾澀的感覺 其實眼睛紅 流眼淚 有時候是痠 一直眨眼睛 視力模糊 也可能是乾眼症 我們需要正確的診斷 才能夠及早解決妳的問題 太好了 妳講了這一些 我都懂 因為我都有過這種感覺 真不好意思 妳如果有這種感覺的話 這一集妳要仔細聽了 好 我們接下來歡迎這位好朋友 是藝人李芳妤 嗨 大家好 剛才阿二姐說 一天沒有超過十小時對不對 我就是十小時的那個人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網上購物 我不信阿二姐妳沒有 我真的沒有 真的假的 我喜歡去實體店 怎麼樣 好 接下來還有好朋友 趕快介紹給大家 這是營養師 我們歡迎郭湘珍 郭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湘珍 古人說 回眸一笑百媚生 我們就要成為一個美人 一定跟這個眼睛 電眼有關係 今天跟著營養師 吃對營養素 就可以讓妳成為一個 盡量美人喔 太好了 回眸一笑 沒人啊 怎麼會沒人 10人站在那裡看不見 沒人啊 也就看不見了 沒人啊 我剛剛講的 現在一手多雞 我真的不是那種 很不贏耶 很不贏耶 我平常只有一支 然後剛剛小朋友每個人 沒有啊 而且我們都有兩支 我說妳另外一支幹嘛 聽音樂打電動啊 要門號嗎 不用啊 另外有一支 淘汰的就拿來聽音樂打電動 妳沒有嗎 我真的沒有耶 因為我很愛護眼睛耶 尤其如果先天不良 又後天失調 妳有什麼資格 對 用那麼久的手機 我真的是先天不良 因為妳知道 大家看我的眼睛 會覺得我好像很漂亮的 對 就是不靈不靈的 雙眼淋滑雙眼 但其實我有先天免疫系統的問題 就是我在我高中的時候 某一天我突然間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一支眼睛是摸的 然後就很像那個胡適的 演藝病的感覺 就好像有一層東西 在我的眼睛上面 後來我不以為意 隔個一天之後 一天24小時之後 我那一眼幾乎就看不見了 很急性的 很緊張就去掛急診 然後送到大醫院去 我才知道我的眼睛 跟我的免疫系統有關 原來我是紅彩妹妹 紅彩顏喔 對 紅彩顏 她就是那種 妳一旦得了之後 妳沒有趕快去治療 妳那一眼得病的那一眼 是會瞎掉的 兩眼視差就很大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那段時間就做了很長的治療 讓她眼力的視力回復之後 只要她永遠就會跟著我 她是無法根治的 只要我這段時間 可能覺得特別的累 或者是特別的忙碌 我就會再犯 然後再犯之後 就要趕快去 就是趕快去急救 趕快把它弄回來 所以導致於 我就覺得我適宜的恢復 就一次一次再 視力很衰退 然後讓它回來 衰退回來 我的眼睛的視力 比一般人我覺得還要差 就是度數的增加還要快 所以我就養成說 除了視力就覺得 我也怎麼都看不太清楚 我就養成了 點這個眼藥水的習慣 你知道以前我們去日本 醫師的眼睛很殺 你有沒有被手機丟過 對 眼睛條件這麼差 你還敢這樣會貨 因為你知道我就會很 我就到日本 我就覺得很依賴它 而且你知道我越買越涼 然後以前可能是 兩個小時點一次 我後來變成依賴到 我可能兩分鐘就要點一次 好乾就點 以前點一下 我可能可以維持一個小時 我現在點一下 只能維持兩分鐘 怎麼會這樣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淚水 在我們的眼睛表層 它形成一層很平整的 趨光的界面 所以它會讓你視力覺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眼睛乾澀不舒服 你好像給它一層淚水 好像就可以 衣食之間好像就明亮了 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你點不對的話 它其實是很快它就衝走了 衝刷掉的時候 你就不再有一個好的保溼因子在那邊 我們的眼淚 我們的眼淚其實裡面有水層 有油脂層 有黏液層 所以我們其實的人工淚液裡面 不是生理食鹽水 也不是一般的水 也不是這個眼藥水 這個叫小花眼藥水 對 臨床上常見的眼睛 第一個就是肝眼症 光是這個肝眼症 醫生為什麼脈手會疼 是年紀的關係嗎 對 好 那我們要講肝眼症 意思就是眼睛沒有水 對 那我們的眼淚水 其實裡面有一層是水層 水層是我們的那個淚腺產生的 我們淚腺在眼睛的外面 是 眉骨的外面這個地方 那隨著年紀 它當然就會分泌功能變少 所以我們的水分會變少 還有就是我們的那個免疫疾病 比方說紅斑性藍艙 然後那個關節炎 有沒有那個 淚風濕性關節炎這種的 他們的那個水分會減少 但是大部分的病人 其實是 是減板線功能有障礙 在我們眼皮上面有減板線 把你的眼睛放大來看一下 你的減板線是這樣子的 對 我們正常的時候 應該是一條一條 幫我們的分泌油脂 幾順幾順 薄薄的呢 放在那個淚水的最上面 就像我們的流肉湯面上面 那一層油 減少揮發有沒有 但是你當開始疾病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減板線 就開始阻塞 缺一塊耶 阻塞久了之後 它會不見 所以越來越嚴重的不見之後 你會發現說 就沒有了 對 所以我就一直蒸發 對不對 你在抹眼 滴了那麼多眼藥水 是不是讓它蒸發更快 我會不會 對 你把那一層油 都蒸發走了 好像也不是很好對不對 對 是 那我們女孩子 很多人化眼妝 再來卸妝 請問她 如果那個眼瞼這樣子的話 我會不會對這也是一種傷害 會啊 如果說你化妝 化妝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你沒有清乾淨 它會把那個開口 鼓塞 發炎 就像我們年輕的時候 都有花青春痘有沒有 是 我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洗乾淨的話 是不是就容易長青春痘 對 皮膚就會變換 沒錯 所以他們其實 這個管線跟我們的皮膚 的那個長青春痘 皮脂線是一樣的線體 是 所以它如果說沒有洗乾淨 這個造成阻塞 它會萎縮 是 就累了啊 院長 院長 如果我習慣呢 會用這個有沒有 蒸汽眼罩 這不是口罩喔 不會 它是蒸汽眼罩 來熱敷眼睛 這個有用嗎 對 就是像這一類的 是用很多 對 裡面還有一些口味對不對 而且你看它有 對 對 對 有的還有中藥材 而且你看這個過年的版本 你看多可愛 超才耶 有好嗎 院長 有用嗎 重點就是說熱熱的 像如果它是四氧化三鐵 這種像熱熱包這種 只有發熱 表皮很熱它沒有辦法 穿透到裡面 我們這是從裡面造 剛剛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 就是表面太熱了 會燙到 它沒有辦法穿透到裡面 其實效果並不好 就像我們用熱毛巾一樣 太燙其實你穿 太熱了敷不住對不對 太不熱又很快又涼 你不可能一分鐘換一次 這個也是一樣 太燙了我們就會想要離開一點點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然後重點是 然後我熱敷完了之後 我如果沒有眼睛紮動 把它裡面的油脂清掉 那我就是像我們冷凍庫一樣 解凍解凍 解凍解凍解凍 這沒有效啊 臨床上還有眼睛的問題 大家覺得很麻煩的就是老花眼 而且這個老花眼有一些年輕的趨勢 幾歲算老花 會老花 老花眼我們定義上就是那個 我們的結狀機調節功能變得不好 老化叫做老花眼 可是如果你整天都在用電腦 或是用手機 我的距離都在這邊 我就是好像精卵一樣 抽筋在這邊 我沒有辦法調節放遠 這樣我們叫做結狀機功能障礙 其實定義上它也像類似老花眼一樣 但是比較常見的老花眼 其實都是我們在40歲以上 像我們肌肉變硬了 我們的結狀機變得比較沒有力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老花眼40歲以上 陸陸續續就會發生 我們眼睛很簡單 你只要給它對的營養素 這種舒緩 像剛剛芳瑜給這個眼罩有沒有 這是外在的 可是我們內在的補充 因為我們身體的細胞 它需要營養素 你給它對的營養素 其實我們身體的那個 眼睛的那個感受力 就會慢慢的舒服 那其實現在很多人 它的一個視力的一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很重 就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說閃屏 那我這邊 對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閃屏 你肉眼看不到喔 肉眼看不到閃屏 可是你用你的手機 去把那個電視的螢幕 你給它錄下來一看 哇 就像這樣子 閃閃屎閃 閃屎閃 閃屎閃 所以老師 我用我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對 要用手機拍去還會拍 就知道會是這樣子 就只是在證明說 你看起來沒事其實有事 所以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小時候 那個老師都會說 我們看書 就是我們一小時有沒有 你可能要五十分鐘看書 可是十分鐘你就要休息 因為你看電視或看書 其實你是一直盯著 那假設是3C的話 這個閃屏才是真正讓 我們不管結狀機 或者是我們的專注力 讓它眼睛發炎 所以剛剛方瑜會提到說 為什麼他點的眼藥水 要越來越涼 對 其實某種程度 他是已經在發炎了 所以他必須靠那個涼冰的感覺 讓它 鎮定下來 對 讓它降溫 就是我們講發炎指數下來 所以三昌子它主要就是 讓我們的四指值生成 那是叫做飛行員的水果 飛行員的寶貝 那你知道三昌子的果汁呢 再搭配我們養眼聖品 跟這個菊花 菊花 你在大賣場都買得到